乌总最高理事会 制绝延长政府和西蒙签署的朝野备忘录 一切将在7月31号画上休止符 不过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提醒 乌统的决定不影响西蒙和首相的协议 因为备忘录是西蒙和政府所签订 因此延不延长轮不到乌统来决定 陆兆福表示 无论如何行动党和西蒙已经做好准备 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 包括8月解散国会 另外公正党主席纳多斯里安华则警告政府 不要试图通过取消朝野备忘录 来掩盖各项滥权和贪腐行为 政府为稳定正职 而和新门签署的朝野备忘录 将在今年7月31号届满 首相伊斯麦沙比里昨天表明 会遵循巫统最高理事会的议决 不会再去约 不过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 并不认同巫统单方面的决定 强调朝野备忘录是西蒙和政府之间的协议 是否延长朝野备忘录 必须经过代表联邦政府的首相 以及西蒙最高领导层的正式讨论 而不是巫统说了算 陆兆福在脸书贴文指出 政府内部对于是否延长朝野备忘录 意见相左 但对西蒙来说 眼下最重要的是在政府解散国会之前 履行备忘录之中的所有承诺 包括提成和通过反跳槽法 无论如何西蒙和行动党将做好准备 应对任何的可能 包括可能会在八月解散国会 行动党领导层也已经下令竞选机关 做好准备迎接全国大选 公正党主席安华则警告政府 不要试图利用朝野备忘录 来掩盖滥权和贪腐行为 他促醒政府清楚交代 各项引发争议的大型发展计划的细节 第一次是1MDB 然后DNB 然后MySejahtera 然后Sapura 然后Busas Hampuan Lumpur Banegara Petronas 然后TOL 然后Busas Hampuan Lumpur 所有练习的练习 都没有练习 没有练习 所以我们必须提醒 这些练习的练习 不要练习的练习 和国家的练习 在练习的练习 要练习 诚信党通讯主任卡丽莎默同样强调 朝野备忘录是否延长 由首相决定和巫统无关 他抨击乌统热衷于玩弄政治 试图夺权 是造成过去两年政治不稳定的真正黑手 他相信首相会从人民和国家利益的角度 看待和新盟签署的朝野备忘录 而不是像乌统一样 只从狭隘的政治角度看待这项合作 而国盟主席慕尤丁也透露 国盟上个星期和首相举行会议时 讨论到是否延长备忘录 当时首相表示还没有讨论 因此无法决定和最新宣布的立场相反 对此他要求首相做出解释 好的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